我们现在要介绍的为糖醋排骨 主材料有排骨 青椒 我们爆香料有蒜碎 调味料有沙拉油 200克 200cc 糖一大匙 醋一大匙 番茄酱三大匙 面粉适量 首先我们先把沙拉油 200cc倒入锅中 点火 把油烧热 要炸排骨 再来我们排骨要沾面粉 把排骨全部沾满面粉 放入锅中炸熟 把排骨全部沾满面粉 测试油温时丢一个青椒 如青椒迅速浮起 集油够热 油温到180度时把排骨放入 油温到180度时把排骨放入 油温到110度在预防 油温到达ENS 小三椒 油温到18度上 在预防 感谢观看 把排骨榨至金黄色 就可以捞起来 备用 把青椒倒入热油中稍微过油 即可捞起 然后把剩余的油倒入锅中 留少许的油同一锅 爆香蒜碎 加入番茄酱 把一大匙 醋一大匙 把酱料炒香之后 把排骨及青椒放入 炒至排骨完全吸附酱汁 且酱汁收干之后即完成 我们糖醋排骨完成